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返回加拿大 没想到这个事情啊 让中共的媒体跟小粉高潮啦 纷纷在哇 你看台湾护照不被古巴承认啊 你看连这个环球时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情啊 我们可以发现它里面是怎么形容的 它里面不仅没有放出这个所谓的台湾护照 给全中国人民看一看这是什么破护照 对吧 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中华民国 他不敢给中国人看 他也不敢给中国人知道说 原来People Republic of China跟Republic of China还有台湾 是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护照啊 因为小粉也会对比嘛 还有这个香港科别行政区 跟中国是一样的国旗国徽 台湾的不一样耶 那这个就会产生质疑 质疑大家就会去思想碰撞 这是中共不想看到的 而且啊 这个报道里面还指出 古巴奉行一中原则 所以遣返回了加拿大 OK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是遣返回加拿大 那意思不就代表加拿大海关承认台湾护照对吧 那不然怎么不是遣返回中国的任何一个省 因为护照不被承认嘛 那你不就自打嘴巴嘛 一个人均6,900美元的国家 古巴拒绝台湾的护照 有什么好值得炫耀了 怎么人均5万2千多块的加拿大 承认台湾护照 如果你说台湾护照是中共国发行的 或是中共国承认的 那古巴又不承认 那古巴是不是辱华 那古巴奉行一中原则 不承认这个护照 但加拿大又承认了 所以啊 你看吧 你陷入这种逻辑的死循环对吧 谎话说太多 就会面临这样的结局 而且说到加拿大就搞笑了 上个礼拜甘肃不是发生了地震吗 不只韩宏啊 这位明星啊被中共点名 你给我尽数离场 并且啊 你要转交很多这个艺人朋友 捐给你的2.6亿 你要再交给我中共 我这样就说过了 中共就是想要钱都经过他手 这2.6亿 有多少会到灾民手上 如果你说给韩宏拿的 那可能真的大部分都会交到灾民手上 那你交给中共 有6000万到灾民手上就很不错了啦 你不要以为 哦 他摊个一两千万 你想多了 是剩一两千万给灾民啊 我还往多的说啦 而加拿大鹅啊 这款品牌的衣服 在12月20号宣布 捐出了2000件的羽绒衣 要给这个甘肃的灾民 那一件起码要价都三四万台币 确实不便宜啊 而甘肃确实那边的人均 没有多少人能穿得起这样牌子的衣服啊 你去看他们这次的地震你就知道了 把新盖的墙都给震碎了 震碎的时候大家才发现 原来你现在以前的破墙上面 盖了一个表面功夫啊 这次地震都给震出来了 已经有一堆的中国网友啊 在呛 诶加拿大鹅啊 你是有多笨啊 对吧 你怎么这样捐啊 连我们自己都知道 你会不知道吗 又有多少件羽绒衣会到灾民手上 又有多少件会被层层剥削 从上海开始剥削 层层减少层层变少嘛 到甘肃剩多少件 结果今天就有网友发现 已经有粉红在网路上转卖了这件衣服 一件还卖8500块人民币 这是多少小粉红两三个月的薪水啊 当然有些网友觉得这是假的啊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物资从加拿大运来中国没这么快 确实毕竟加拿大现在连直航到中国的班机都没有 都是要转两到三次飞机的 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物资已经到中国了 因为后面都是中国员工 如果是在外国的话 应该是外国人的面孔 西方人的面孔 但不是 而且加拿大鹅它的工厂本身大宗就在中国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中国的产地出货 那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并不觉得加拿大鹅有多笨啊 它知道怎么宣传跟营销 反正物资会不会到灾民手上 不关他的事 这也不是他负责的 而且 他这样捐对中共来说啊 更好有更多的油水可以去捞 那自然啊 不太会去找他麻烦 反正2000件 总不会连一件都不到灾民手上吧 对不对 2000件 OK 中共官员摊了1500件 那你起码还有500件到灾民手里吧 对吧 那到这些灾民手里 可能500个灾民里面有100个拿出来变卖 你也不关他的事啊 所以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一次有不分的人啊 在破坏中国人的心这样 中共他们当赵家人的当官了 这样剥削百姓 他们坏嘛 你们自己人 也拿到别人的善款 然后你们这样变卖 你们不也是 不也是混蛋吗 反正不管外国对你怎么样啊 小粉红总是仇恨 对不对 带大家来看一下 在昨天一名中国女子 在街上穿和服 结果被小粉红围剿痛骂 而这位痛骂他的小粉红啊 身穿什么啊 牛仔裤啊 T恤啊 哎穿着西方的服饰 去骂着这个中国人穿着日本的服饰 你完全没有说服力耶 而且前阵子叫骂日本餐厅的那些中国网红 你看到了没有 出来说话 哎 由头六十分 你不是逃回江西去了吗 江西就在祖国 所以非常的近啊 对不对 到场去喝止这种行为啊 对不对 为什么这种剧情 每年都要上演 起码每年要上演四到五次啊 我频道做了三年 已经报道过十几次这种类似的事件 你不你我都说你了 而且你们还更怂耶 你们上一代是拿着U型所反日啊 你们现在呢 上嘴巴 接下来带大家继续看 小粉红搞笑的抗日行为啊 要是真的放一个日军在那边 你估计就怂了当场吓尿了 你们自己不也说过吗 你们自己古人说的 三个日本兵能管住一城的中国人 更何况你只有单枪匹马的一个手无腹肌之律的人 所以跟前几年啊 打我头像啊撕我相片的那些粉红一样 你们只会一饮口嗨啦 而昨天晚上哦 非常多的粉红跑去纪念这个毛身上的诞辰 但回忆的来啦 有这么一群看似成份怪怪的粉红 喊了怪怪的口号哦 真的是越听越奇怪 先带大家来听一下有多怪吧 可能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中国 会听说 哇这群小讽真的是无药可救 但我感觉起来更多的成本是讽刺跟反串 其实这就是中国 因为你看不懂 反正我这样说嘛 你要怎么曲解 你要怎么解读都可以 但关键是 看到的党中央 他怎么决定 你的这个论调 是不是反串 还是说你真的希望这样 不管如何啊 你们这样的行为 中共也知道 你们在故意加速 我是觉得啊 你们放心啊 圣上已经很努力了 他已经很努力要让大家共同贫困了 那也就等于大家一样有钱了 因为大家一样穷 大家一样没钱 那也变相等于大家一样有钱了 对不对 除了赵家仁跟他们的鹰犬之外 剩下人的收入啊 还有薪资啊 你们迟早会在同一个水平线啊 那也是大家众望所归啦 所以请大家再多给剩上一些时间 让他多多加速 而你们继续在国内加速 或是多在欧美日韩 来我们台湾丢人献严 多点躺平 多点买烂尾楼 钱放银行 多大闹一点事情 对不对 让全世界更加速的跟你脱钩 然后你们继续内绝的更严重 那真正共产的那一天啊 迟早会在中国华夏大地 遍地开花了 而我们最近看到 中共不是出台了一个 关于受限游戏的讨论草案吗 结果这个一出不是马上 游戏股价大跌 由于中共就在昨天啊 又发表了新的批准 105款国产游戏的版号 但诡异的是什么呢 你批准了游戏没错 但里面啊 有些公司 已经等不到你的批准 倒闭了 所以你搞笑 你批准了他的游戏又怎么样 他倒闭了 那为什么倒闭 经济不好没有资金啊 借不到钱啊 没有贷款啊 可能浪尾楼啊 对吧 可能这个房贷车贷都讲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经济通缩下血 所以这就是中国数据 他只会跟你讲 你看我今天 光今天我就通过了 100多个中国游戏 你看中国游戏市场 欣欣向荣 但他不会跟你说 这105个里面 有多少个是已经破产的公司 想力图提振投资人的信心 对不对 结果游戏股市持续跌了5% 而就在同一天日本股市涨了1.7%到5.8%不等 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网友回什么 对手自S了 他就在说中国啊 中共自己把自己玩到S了 太会搞经济了 搞到日本去了 也难怪一堆粉红反日 而昨天有一篇叫做 《重温时事求是思路路线》的文章啊 在中国财新网上被曝光 随后被删除下架了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啊 讽刺了当今身上的一些倒行逆施跟政策 带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洪荒圈起来了 只有时事求是才能收拾残局 面临挑战文革期间 国民经济崩溃 官方确称刑事一片大好 且越来越好 时则民生凋零 贫穷落后 然后下面最重要的是两个凡事 这两个凡事是什么 当今胜上的两个路线对吧 两个拥护是两个维护 是不是 他就是在反胜上啊 而且中国的经济也是一样 跟他们所有的讽刺的文革期间 国民经济正在凋零 正在下降 但是你中共依然说什么 行事一片大好 稳中向好 所以这篇文章被删了 而中共啊 路线有三个 这个是出现在中共国家考试范围的哦 你们看这题 以下哪个不属于党的三大路线 一 统一战线 那这是统战部绝对有嘛 二 党的建设 这绝对也有的嘛 然后再来 实事求是 最后一个 武装斗争 文革不就是嘛 各种的三反五反啊 然后 到八九六四到 你怎么夺权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领土 这全部都是武装斗争啊 标准答案是什么 没有实事求是 而政杰也是没有实事求是 所以大家以后跟粉红在吵架是辩论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了 用这个点来打他 你中共三大路线你遵守了吗 所以你现在说的都不是实事求是 对不对 如果你说实事求是你就不是遵守党的路线 但如果你不说实事求是 那你就不是实事求是 弄他们的魔法去打败他 影片的最后我只能说 中国经济衰退在这20年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不单单只是胜上一个人的锅啊 美国在投资中国钱啊 这个布局路线上已经早就规划好 我先让中国富起来之后赚钱 他们以为中国可以转型成功有自己的路线走 还可以民主化 但事实上中共没有往这条路去走 不仅没有民主化 也没有增强自己的内需 也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的转型 对吧 那加上中共前几代人的掏空跟借贷 而美国现在把这些产业都转到其他国家 对不对 以美国为首啦 应该这么说 那在胜上上台之后势必走道车嘛 不然胜上也不会想走道车 是因为没有路走了 我只能走回头路嘛 那你倒车又加速了经济衰退 而经济衰退 你就只能跟人家倒车 因为我又要抓权了嘛 经济越困难的时候 共产党权力是不是越大 你往这点去看就知道了 你看胡温时代那个时候经济比较好的时候 权力有抓成这样吗 请大家不要幻想 在2017年以后的这20年 如果不是习胜上继续当皇帝啊 中国会继续欣心向荣 不会的 绝对是朝着倒车路线 只能说在这期间的领导人 他能决定的是什么 他能决定的是倒车的快与慢 最棒的领导人就是放缓倒车 但倒车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想不透的人在慢慢想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他的经济 跟中共的权力和民主 是互相对立的存在 经济越发达 自然人民越想要民主 你越想要民主 自然我中共的权力就会弱化 那这三者之间中共最看重什么 权力嘛 再来是经济嘛 没有民主嘛 所以你面对权力跟经济的崩盘 你必须得拥护一个 你只能拥护谁 我当然拥护我的权力啊 因为我经济当然是放烂的嘛 好啦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 下次见了 掰